娱乐转圈圈 一个人的镜头 昔日影后在这部剧的作用 可谓是重中之重 但是网友对这部剧 却不太看好 一来大女主戏 早已经过了 最有热度的时期 现在观众 可能有点不吃这套 二来现年41岁 是张子怡 要挑战15岁的少女角色 还不知道行不行 看过剧之后 事实证明 要一个41岁的女性 来诠释一个15岁的花季少女 真的是 逆天而行的事情 上阳副中 张子怡刚出场时 饰演的女主王环 才15岁 值得肯定的是 张子怡这个时候的造型 还是挺有少女感的 而且张子怡本身 就适合古装扮相 远远看还是很美 很仙气的 当镜头拉近的时候 张子怡脸上岁月的痕迹 就很明显了 张子怡这个时候的妆容 是相对简单和素淡的 近距离高清的镜头 就容易暴露出她脸上 已经不流畅的线条 颧骨偏高脸颊 有点凹陷 侧脸的时候 甚至可以看到 张子怡脸上的法令纹 和眼睛下面的泪钩 这些全都是 显年龄感的特征 张子怡在同龄女明星中 算是保养得不错的人 但出演15岁的少女 对她来讲真的勉强 最出卖张子怡 真实年龄的 还有她的眼睛 少女的眼睛 总是饱满灵动 充满亮光的 但在上阳腹中的张子怡 眼窝深陷明显 让少女感 大打折扣 还有就是 张子怡扮演的 15岁少女 在动作表情上 还是看得出来 还贴合人物该有的 活泼和娇俏的 这个也证明了 影后的演技实力 但是张子怡在剧中的眼神 却似乎总是有点呆滞 眼睛无神像 是在发呆 又有点像 是在出演盲人的角色 都说演员演戏时的眼神 很考验演技 张子怡在上阳腹中的眼神 却经常出现 呆滞无神的状态 不知道是她演戏的一种方式 还是年纪带给她的变化 她自己也无法改变 令张子怡无法改变的 还有她的身材 拍这部剧的时候 张子怡已经生了女儿行星 生孩子对女性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不少女明星 生完孩子后 脸上会多了一点疲惫感 也有女明星 会多了一份母性的温柔感 张子怡在剧中 有一个作者的场景 她当时穿的衣服的领子 有点低 可以看到 从上半身来看 张子怡给人的感觉圆润了不少 特别是上尾变得丰满不少 和年轻时身材纤细的张子怡 有所差别 对于张子怡本人来说 这个变化肯定不是坏事 但要知道 她在剧里饰演的是15岁的少女 这个身材 着实有点不符合角色年龄 剧中张子怡 和饰演她舅舅的皇帝同框的时候 更让人觉得 他们才是演艺对的 因为比起少女 张子怡 确实更像少妇啊 总得来说 对于41岁的张子怡来说 上阳腹中她扮相 不至于说不好看 但作为一个 饰演15岁少女的演员来说 张子怡确实算是 挑战失败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